決定double-double-down 一一間點名 double-double-down or laughing double-double-down 全身感染 自我2009年出道之後 我又試過短暫在日本發展 又開始適應我多妻的工作 然後也努力舉辦了我一次的個人演唱會 那麼多事之後我發現 原來單靠音樂 真的很難去支撐我自己和我團隊的事 那時候就萌生了一個念頭 就是不如我暫別樂壇 不如我專心去做幾年戲 儲夠錢 把音樂再投資回我自己的歌曲那裏 但原來我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瀟灑的 說這句話也沒那麼容易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和自己有個協議 做到一首歌 如果這首歌可以的話 那我就繼續吧 如果不可以的話 那我呢 那我就跌了心水 去做一下其他事先 但我又不夠膽自己一個人去作出這個決定 所以我就打了給這位人去問他意見 原來這位朋友呢 就是Eric Kwok 那為什麼是他呢 那除了他的音樂很厲害之外 他的作品也都很受歡迎之外 最重要就是他從來都是不怕 雖然只殘酷 有時候都很明顯地把一些事實告訴我 那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那我當然想要最真實的意見 那我打給Eric 跟Eric說 單刀直入 如果我想做我在樂壇最後一首歌 你覺得我應該做什麼歌 那我那時候呢 默默地呢 就是想著他可能會提醒我做一首 很流行的K歌 那我留下一個這樣的印象 他竟然跟我說 最後一首? 如果你說真的話呢 那當然不要辛苦自己去討好人 應該做一首你死而無憾 一向都想做的一首歌 是吧 是 那那時候開始呢 我就 我啦 Eric 那時候在新加坡 的唐達呢 就開始搖他 三個人去創作 跳火坑這首歌 我們拿著一個Demo 就給了林寶 林寶就開始填 到現在都很多人還在問我 什麼意思的這句 Double Double Down 一億更點零 一億多個零 更點零 更加多個零 很厲害 都很大 好像我那時候的事業一樣 那時候我很感恩 有一個 有一個運氣 就是這首歌推出之後 在各大的流行榜上面的成績都很好 然後在Cash金帆獎那裡提名最佳旋律 然後電影又將它收錄下去 原聲大點 好像個天跟我說 你不要放棄著啊 你怎樣都要想好它 努力做好你的音樂 我們繼續Double Down HELLO 大家好 多謝你支持 其實我最近開了一個新頻道 叫做 不時學院J Workshop 在上面我和我的朋友都會分享我們創作 和一些表演的心得 有興趣來看一下 就記得Subscribe